这个人深夜来到已经打烊的酒店 在门口短暂的凝视后 推门而入 直接掏出兜里的刀子 老板吓傻了 竟然忘记了跑路 只是对着手机疯狂留言 这挂机的人头哪有不要的道理 冲上去连筒两刀 了结了老板的性命 随后凶手来到一个废旧的仓库 墙壁上贴满了死亡报道 他走到墙边 用杀人凶器 将一张新的报道钉在了墙上 深夜 女人从熟睡中醒来 门口竟传来开门的声音 一个身着黑色羽衣的家伙走了进来 女人吓了一跳 原来是自己的老公 她和老婆解释 自己睡不着 起来工作去了 因为加班使她快乐 为了更加快乐 她出去买了几瓶酒 这合理吗 合理 老婆也没过多怀疑 第二天 女警察来到写案现场 死者的样子十分凄惨 被捅了两刀后 并没有立即毙命 随后又被凶手挑断了脚筋 死后更是被侮辱性的拴上了狗链 警察开始调查 首先一同观看了监控录像 女警惊讶地发现 凶手竟和老公穿着同样的羽衣 警察们继续分析 这个死亡现场 与18年前震惊全国的 连州杀人案一模一样 关键的是 当年案件的细节 警察从未向外透露过 而这个凶手模仿起来 竟能细节满满的 同样脚筋被挑 选择使用同款狗链 以及拇指指甲被拔 被害者最后的通话记录 已经调查清楚 是打给了一名周刊记者 为了防止凶手 如同当年的犯人一样连续杀人 车职员急忙出发 寻找可能知情的记者 了解案发时的情况 可他不知道 此时这名关键人物 正被自己的老公 关在自家的地下室中 陶贤秀买了紫菜包饭 他告诉金记者 这个包饭 是在你家附近的超市购买的 你死后尸检的结果 会是你死亡的地点 就在家中附近 吓得金记者急忙吐了出来 为了吓唬金记者 陶贤秀同时准备了杀人的药丸 还铺好了防止血液建设的塑料 本就是惊弓之鸟的金记者 哪扛得住这般惊吓 哥 我电脑里有我重要的资源 要是他暴露了 我就会身败名裂 你把他拷走 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能够掌控对方 又不用杀人 陶贤秀自然乐意 他要去记者家中寻找资源了 这个男人左右环顾巫人后 快速打开了密码锁 进屋后 屋内的每一样物品 都没能逃脱他的眼睛 不一会儿就在桌子上 发现了他的目标 将电脑上的衣服扔在了地上 按照别人告诉自己的操作方式 迅速找到了隐藏文件 打开文件后 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这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资源 刚要离开 可警察此时竟然找上门来 其中领头的 还是自己的警察妻子 妻子的到来 是因为金记者 是最近一场凶杀案的重要人证 敲门后发现没人 但门口摆放的俩外卖 说明这人要么就没回来过 要么就没出来过 一行人急忙撬开大门 一阵搜索后 发现屋内空无一人 刚打算撤离 电脑以下面压着的衣服 引起了女警的注意 上面的吊牌还在 这一切太不正常 随即起身摸了下电脑 也是热乎的 种种迹象表明 刚刚不久前 这里应该还有人 再次仔细全面的搜索 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女警发现在阳台 一盆盆栽倒在了地上 原来啊 陶贤秀学起了蜘蛛侠 躲在了大楼外面 也许是老天的眷顾 在女警抬头的前一刻 云朵挡住了太阳 原本硬在窗帘上的身影 消失不见 可凭借多年的精准知觉 女警察还是查看了窗外的情况 好在陶贤秀 藏匿的角度足够刁钻 才躲过了一劫 女警正要离开时 陶贤秀一颗悬着的心 放了下来 可却一个不小心 脚上踩了空 发出了声响 老婆顺着声音的方向 走向窗边 眼见就要暴露 自己蜘蛛侠的身份 老公秀了一波极限操作 她单手掏出手机 给老婆拨通了电话 电话中 陶贤秀告诉老婆 别找了 你找那人 在家里做客呢 你再找我就挺不住了 老婆也没多想 就让老公告诉记者 直接来警察局就行 老婆总算走了 心脏大受自己的陶贤秀 坐在沙发上 缓了缓心跳 就回家算账去了 可没想到 金记者悄悄挣脱了绳子 俩人见面就扭打在了一起 只吃了半口紫菜包饭的记者 明显血量不足 拿个锤子一顿乱挥 也没造成啥实质性伤害 最后又被陶贤秀勒住脖子 不一会儿 就完全失去了抵抗的力气 妻子原本想要回到警局继续工作 可担心老公的身体状况 选择了先回家看看老公 这个女人刚打开家门 老公竟然脸上带着伤走了出来 老婆吓坏了 其方询问伤口的由来 可以扭头 屋里居然又走出来一个 一嘴血的人 老婆懵了 你俩这是背着我在家 做什么刺激的运动了 原来在老婆进家门的几分钟前 俩人还在激情互殴 可是在关键的时刻 陶贤秀选择了停手 因为包括老婆在内的警察 都在寻找这名记者 若是此时杀死他 必定会引火上身 而且自己之前在他的家中 已经拿到了足以掌控 对方命运的东西 那是一卷年代久远的录像带 这个记者小时候竟然 去过廉州杀人案的命案现场 还录下了部分景象 可年幼的他选择了隐瞒此事 后来当上了记者 又凭借一篇 关于廉州杀人案的详细报道 火遍全国 若是当时他没有选择隐瞒 而是勇敢地站出来 也许就不会有 后面那么多的牺牲者了 这卷录像带要是曝光 他定会身败名裂 这下两人互相有了把柄 一个不想全国通缉犯的身份泄露 一个不想当年的事情曝光 这才有了两人相亲相爱的画面 车职员给老公擦完药膏后 回身就把经纪者给扣了 打我老公是吧 跟我回警局 金记者急忙给陶贤秀识眼色 兄弟 别光看这样 陶贤秀开始跟媳妇解释 说之前都是误会 现在俩人已经和好了 女警察埋怨老公 你就是做人太善良了 才老被欺负 听到善良这个词 金记者觉得自己头又大了一圈 可是又不能把事情说出来 唉 你说善良就善良吧 接着 女警察又让记者道歉 记者快哭了 我先被你老公绑架 被你老公各种 脸打带吓唬的 裤子都不知道失了几次 现在还得给你老公道歉 但毕竟把柄在人家手里 道歉就道歉吧 随后 金记者被带到警局 警察各种询问 他各种糊弄 见查不出什么 警察只能继续 从其他证人那儿 寻找线索 根据录像 凶手当晚乘坐了 一辆出租车 司机一问三不知 说自己啥也没看清 完事呢 这司机人走了 还把水杯拉在了警局 记者回到家中 身心俱疲的他 只想躺在沙发上 好好休息 可脑中的思绪 还是告诉警察吧 哎算了 又被抓起来监禁咋办 继续吃紫菜包饭吗 嗯 这会不是杀了人 想让我背锅吧 不行 我得报警 刚要拨通电话 领导打进来的电话 把他吓个半死 原来啊 领导看了新闻 想问问他 接下来做独家报道的想法 看了视频的他 这才得知 被害人的死亡时间 竟是凌晨三点 金记者清楚的记得 贤秀当晚还在威胁自己 当时害怕极了 原来不是那个家伙呀 他急忙赶往陶贤秀家 给他播放了新闻视频 陶贤秀这个名字 再一次登上了新闻 因为被害者死亡时 将凶手误认成了陶贤秀 给记者的电话留言里 更是直接声明 凶手就是陶贤秀 一个为了证明清白 一个为了报道独家新闻 让自己走上人生巅峰 俩人一拍即合 正式合作 陶贤秀借着记者身份 来到受害者家中询问 却没得到有用的信息 刚要离开时 受害人的妻子 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自己的老公每天下班的时候 几乎都会乘坐同一辆出租车 晚上陶贤秀在家休息 妻子拿出一件黑色雨衣 让老公试试合不合身 到底谁才是凶手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关注我看好剧 我在这先行拜谢了